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毛 好久不见 今天要说的这两则故事 虽然没有什么恐怖画面 但是却细思极恐 故事阿毛会由第一人称叙述 不知道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家曾经有熊出没 我并不是住在山里的独栋 是住在接近市区的地方 只是房子的后面就是山 也就是所谓的新兴住宅区 最近都有这种在山脚下的 建案做成的住宅区 虽然街景相当漂亮 但常常会有从山上跑来的 狸猫或是幽鼠 在路上走来走去的鲜黄 但是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熊出现吗 我是这样想的 那时我家住着带着小猫的野猫 大概算半野生吧 在屋旁的空地里有用铁皮自己随便搭的储藏室 不知何时来了一只虎斑猫 带着两只小猫一起躲进去了 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本来想把他们赶走 不过这间厨厂室并不常使用 想想算了 反正小猫长大后 他们自己就会离开了 就放着不管了 我没有去喂他们 因为也没有要养他们的打算 就在某一天晚上 我突然听到厨厂室传来非常惊人的吼叫声 随着猫叫声 还有听到大声的蹦蹦棒棒 仿佛里面正在疯狂拆雾 一开始想说 可能只是猫之间在打架吧 但还是有点在意 就从二楼的窗户往外看下去 厨厂室前有一头熊 而这只母猫正在全力威合着这头熊 熊虽然只有人类的小孩差不多大而已 但相对于猫来说 还是压倒性的巨大 母猫一步也没后退的对着熊战斗 这时我才突然想到 啊 因为他的小猫在出场室 他正在保护小猫们 但是请原谅我是一个对动物无感的人 我没过去帮他 闹了一阵子后 母猫把熊赶跑了 为母则强啊 总算从野兽手下保住孩子了 真是可喜可贺 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太好了 母猫被熊攻击 应该受了相当严重的伤 我下去确认已经平静下来的储藏室 地板上凌乱散落着动物毛皮和血之类的东西 我想着可能需要帮他处理一下伤势 就在那附近寻找 但不可思议的是 到处都找不到母猫 他留下了躲在储藏室里 还很小的两只小小虎般猫 虽然以前没养过猫之类的动物 但也不可能把他们丢在这里不管 真的没办法 不得已只好收编他们了 靠着上网查询和询问有养猫的朋友 我笨手笨脚地开始和小猫一起生活 在那之后大概半年吧 熊又出现了 而且还是上午 我走到庭院里面要去浇花 遇到了闯进来的熊 我跟熊的距离不到十公尺 惨的是当下我吓到头脑一片空白 身体僵硬 没办法逃跑 熊可能知道我吓到块闪尿 悠悠哉哉地靠近我 我则是坐以待毙的状态 这时 我身旁出现了一声 无比强烈又魄力十足的吼叫声 我吓了一大跳 熊更是吓到整只跳起来 叫声未落 就慌张地往回串逃到山里去了 我听过这个叫声 这是那时把熊赶出去的母猫的声音 你救了我啊 不 你其实要救的并不是我 是你的小猫们吧 故事说完了 那时的小猫现在已经是两只成熟的大猫咪了 那一阵子 我承报了一个位于海边旁的住宅工程 季节是七月上旬 午休时在海边吃便当 是我每天必备的行程 最初只有我一个人 不过中途开始也会邀请一个跟我关系变得不错的 同年代的外包工人 一起去吃 某天一如往常去到海边时 平常什么人也没有的海滩上 那天却有差不多四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孩子 沿着海滨在玩手 顺便一提 虽然这里的海岸禁止游泳 但我小时候也曾在这里跟朋友一起游过游 因此并没有特别在意 那天也正想要在海岸上吃便当时 A军过来对我说 今天阳光很强 太热了 我们在工地里找个阴凉处吃吧 说起来那天的确阳光特别强烈 在外面吃饭时代太热 我们就离开了那里 在工地阴凉处吃着便当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了 外头一阵烧动 还听到了警车跟直升机在飞的声音 想说是怎么了 我便邀请A一起去外面看看 呃我就不去了 我因为实在对外面太过好奇 忍不住抛下了A 跟其他工人一起去看热闹了 看来人群聚集的地方 是我平常和A吃饭的海岸 像早已聚在那里看热闹的人们打听 说是在海边玩的小孩其中一人 被卷进海浪里失踪了 的确 直到刚才还在海滩上玩的小孩数量 少了一个 我感到很后悔 如果像平常一样在这海滩吃便当的话 就能更早发现被卷进海浪里的小孩 况且我对游泳技术也有自信 或许还可以救到人也说不定 我带着愧疚的心情回到A的身旁 跟A说的海岸发生的事 今天如果也在那里吃饭的话 我们说不定就能做些什么了 我这么说后 A却说 哼 不可能啦 所以我今天才不想在那里吃饭嘛 我完全不懂A的意思 便向他询问详情 那里会禁止游泳 真的是有很多原因的 虽然不希望因为出了这些事 而让你对我有异样眼光 但真的是很多原因 明明在工地吃便当反而凉快多了 为什么你每天都想跑到海边去吃呢 那是因为想说在外面边看海边吃便当会比较好吃 话是这么说 但你每天都一边喊着好乐好乐的吃着便当 便当一吃完就马上回办公室去乘凉了吧 这么说起来 的确我一开始在海岸吃便当的契机 是想说边看海边吃会比较舒服 但从第二天起 为什么会在那种一点阴影都没有的 乐爆了的地方持续的吃着便当呢 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锁定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你 从好久以前你就被他们呼唤着哦 据A所说 他似乎在工地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 只有感觉我正受到海里的他们的引诱 虽说如此 对初次见面 何况还是承包商的监控 认真地讨论这种事情的话 肯定会被当成笨蛋 弄不好还会被赶走 所以A就每天陪我吃便当监视着我 A虽然知道我被他们给引诱着 但A自己也看不清楚所谓他们的姿态 看来大概是零 他们想要在你眼前把小孩卷进海里 对他们而言 小孩跟头脑固执着你不同 方便引诱得多啊 他们知道这么一来 你就会为了救小孩而下海的 虽然是我被引诱的关系 但小孩才因此成了替死鬼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他们 颇长刚好吻合的小孩来玩的关系 今天我的眼睛也清楚地看见他们了哦 当我带着你要从海边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骨气一长 连我都害怕起来了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把他们最想要的你给带回来 而生气了 A边笑着边说 然后我向A问 都已经了解到这种程度了 为什么他还放那些玩耍的小孩们不管 你明明被引诱着 却什么也感觉不到 才会说这种话啦 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已经完全进入了他们的领域了 就算是你 如果看得到那个的话 也绝对不会想靠近 更不会想扯上关系的 能把你从海边带回现场 我都已经觉得自己真有勇气 很了不起的呢 真的很害人呀 他们充满恨意的脸孔 据A所说 看不到感觉不到的人 也会无意识地被引诱 另外 似乎也不会注意到自己正被引诱着 所以反过来 看得见也感觉得到的人 并不会随意接近危险的地方 就算是你 在路上看到小孩被拿着刀子的人追着跑的话 你能够挺身而出出去阻止吗 一般而言是做不到的吧 因为知道被牵连进去 会有多大问题的上身 同样的 我人也没好到因为看得到就去帮助别人 对手是人类的话 或许还可以报警 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的存在的话 纵使是警察也应付不来啊 我可不想被卷进麻烦的事里啊 不过我跟你很合的来 若是装成不知道而让你有什么万一的话 我也会很愧疚的 关于这个溺水意外 晚间新闻中也只稍微提到一下子而已 晚上因为我很在意 就开车跑到了海岸旁看 直升机仍然在海岸沿线飞来飞去 许多的人打着灯光在海冰搜索着 虽然A自己说了 我人也没那么好这种话 他却在去年秋天 为了救灾河里溺水的儿童 结果只有自己嘀喃了 或许是第二次碰到这种事 再也无法视若无睹了吧